4月玉金箱主题手帐开始吧 首先是4月手帐的封面 我打算画一大粗玉金箱插在一个陶瓷的花瓶当中 在录制之前,我已经先用铅笔打好了草稿 接着在录制时,我使用的是0.8粗细的针管笔 用来勾线 勾线完成之后,就开始上色了 这里我使用的是水模线的水彩笔上色 本来我是很想画糖果色的一间香 可惜我手材也没有糖果色 所以只能做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的封面就做好了 第二页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Mood Tracker 我最近非常喜欢这种记录自己每天情绪的方式 草稿呢 我们就随意地画几条曲线 然后在曲线上画出水滴的形状 画够30颗水滴 最后再在每颗水滴的附近形上热漆就可以了 第三页呢 我们来做一个Tracker 用来记录我们的语言学习情况 这里我和其他三个小伙伴将一起打卡 所以在最后会将一个四个人的名字写在这个任意Tacker的下方 同样呢 在任意的两侧我会用一金箱来装饰 在画线的时候我很少使用纸尺 打草稿的时候我喜欢用铅笔该纸尺进行操作 但是设计真管笔之后 我使用尺子经常会把面面弄脏 所以最后我都是徒手画的 这夜中我敢用买一根香蕴吐成黄色加橙色 第四页是我用来记录自己买天运动情况 同样也是用金箱来装饰 但这一次呢我不打算给金箱上色了 我将会用真管笔来打一些阴影 那么勾线我使用的是0.8属系的 在打阴影的时候我使用的是0.1属系的真管笔 这个阴影也是我随心所预感的 小伙伴们慎重模仿 最后用闪闪的字体写出运动这个单词 那么我们4月份郁金箱主题的手杖就创作完成了 包括封面以及三个tracker 分别用来记录自己每天的心情 语言学习情况以及运动情况 下一期的视频我将展示给大家 我是怎样做4月份的每周计划的 下期见 拜拜 拜拜